其實一開始會玩是因為周遭有一些女生演員 然後推薦給我的 因為我其實不太能接受可愛的東西 但是那時候因為等戲的時間真的太漫長 所以就是試玩了一下 後來就發現它是非常好 跟朋友之間有互動的一款遊戲 對啊 我剛剛真的一開始很害羞 後來我是到現場 我還沒來之前其實是還蠻抗拒的 後來來現場我看到四位猛男之後 我就發現也沒什麼好害羞的 因為猛男比我 應該要比我更害羞 因為他們到最後是整個裸上身 跟只剩下一條小短褲 對 而且因為我看他們穿成這樣 我也都不好意思脫 而且那四個都是我在健身房有碰過的健身教練 我想說以後我在健身房看到他們的眼神 應該會覺得 對 一直會有那種揪迷霧的畫面存在 對 那昨天那個地震嗎 嗯 我剛剛 當時在 跟朋友聚會 對 剛好在吃飯 我有嚇到 然後有第一時間打電話回家 然後看家裡的狀況 就還算OK 就看了新聞也發現 沒有什麼太嚴重的災情 就好險沒有發生什麼災難 那最近你接了一部戲 對 那有幫他打氣這樣嗎 有啊有啊有啊 我之後知道只要是有好朋友的戲要上 或是要開拍 我都一定會給他加油打氣 對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啊沒有問題 一定會去看一下 因為那部戲也是有其他的工作人員是認識的 所以就去探板沒問題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計畫跟行事 現在暫時先 還在拍皮子英雄 就是電影版第二集 然後 接下來還有一些戲要上映 然後會做一些宣傳 那會擔心他跟那個 詩琳跟那個男主角先對戲 你說袁浩嗎 不會啊為什麼 怎麼會 我也常跟心靈對戲啊 哈哈哈哈 不會啦 我覺得 因為大家都是很專業的演員 所以其實不會擔心 那如果朱棣中原 可以有一位女主任的話 你希望是檯面上哪一位女藝人 我可以選擇很多位嗎 那如果只能有一位來掌權的話 我希望是可以那個 最近大家一直在追的那個嘛 盧貝聰電影 Lucy那個 對 就是我其實一直覺得她非常性感 然後其實一直都是 還 我其實知道她在台北拍戲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很想去現場探板 後來是發現說 欸好像會打擾到大家 就算了